在山东寿光有一块农田里有一块石头呢 竟然连看森都搬洞 你们知道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吗 快看啊前面有块石头 这块石头迄今为止没有人能搬洞啊 看看神不神奇 这块石头呢正好是位于一个田地当中啊 这田地好像是种的是西瓜 看这个地摩像是 有关这个石头啊 有很多的传说啊 其实当时农民种地的时候 觉得这个挺暗示 想把它搬走 但是越挖越深越挖越深 无论如何都搬不走 后来呢叫来一个专家说 不是一块石头 这是一座山 这座山呢 景高0.6米啊 其实0.6米我觉得有点夸张 看我的膝盖 不到我的膝盖这里啊 所以说说它有0.6米也是有点夸张 它长的只有1.24米啊 最多 这里是山东寿广啊 蔬菜的世界啊 这里周边全是大旁 现在这块石头呢 成了一个文物保护单位了啊 没人可以开挖它 并且它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啊 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这个石头啊 据说这个山啊 有专家相关测试过啊 它居然是高达48米的一座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顶啊 但是这个 山呢 据说有百年的历史 那这个百年的历史啊 值得让人推敲 为什么呢 不费100年前这里没有土吗 这才过了100年 然后整个去土把一个山填平了吗 这可能吗 你看看周围 全新大旁不太可能啊 所以说究竟这个山怎么形成的 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定论 它仅仅是一座非常神奇的山啊 这个非常得蹊跷啊 其实在古代的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呢 有一个人啊 来这里撒了泡尿啊 这个笑话呢 虽然是有点粗俗啊 导致这个山呢 不再增高了 就是这么个故事 所以这个山呢 叫静山 政府为了保护这个山啊 特地来这里立个牌子 其实也有另一种含义啊 就是怕人们开山倒死啊 要是真挖起来的话 我估计周围这些房子都得挖没了 这是2021年类的 1983年公布 收光是文物保护单位 说明当时啊 这个静山啊 已经被发现了 在83年的时候 种西瓜这家人呢 想必也是苦不堪言啊 为什么呢 经常有游客过来参观 但是参观不能踩人地 只能踩在中间啊 这个地方 不知道写的 该山东西最长1.24米 南北最宽0.7米 北高南低 距地表0.6米 最低处仅0.1米 上游南北向水文四条 清末城在 现境内设施物行政区 内游以近山命名的近山区 说实话的世界最小的山真是 让人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啊 好